我剛才就進來這個元朗的church 我進去上面的時候休息一會 回頭鎖了門 怎麼出去呢 我想我要叫人家開門 人生第一個烏龍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現在在元朗這間教堂 我原本想要休息來這個平台休息一下 坐了一會兒 剛才下面的鎖是開的 因為我進去整個鐵匙關了 剛才敲門的辦公室又沒有人 但在我面前沒有人經過鎖門 那誰鎖的 剛才已經叫了阿祖可不可以求救 我沒有理由報警 我現在被困元朗教堂 這件事很奇怪 我看看能不能走出來 如果不能等明天的人要上班 真是慘 被困了 神經病 神經病 好餘 既然被困在元朗教堂 那當然要花點時間 跟整個聖家族拍照 瑪莉亞 藥室 小耶穌 怎麼都要Selfie一下 拍照先 沒有事要做 求神職 現在等著阿根廷的神父回來救我 我已經叫了阿祖 應該沒有問題 不知等多久 不過我會花很多時間 朝聖先 跟JP2自拍 J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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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做到這樣 還沒來 在吃飯阿根廷 神父 穿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 被困 被困 人生都沒試過在香港被困 等 燈 燈都關了 剛才我打算借後面的燈 去講講故事 因為我被困這個教堂的時候 有些天主教徒WhatsApp我 說這個比奧神父的聖毒 原來在裡面 就是當年這個聖毒 即這個神父 即已經被封聖的神父 是會飛天 是會將戰機調轉方向 那麼厲害 傳說 我真的史上沒試過被困教堂 不知這個教堂發生過沒有 或者香港發生過沒有 還要我現在身處 有這個聖族的 就是比奧神父的聖族的教堂 是不是真的有神職呢 喂 讓我飛一下上天 我可以飛出去 Giovanni OK 走得走啦 走得啦 可以走了 開門 哈哈哈哈哈哈 晚安 晚安 謝謝 謝謝 拜拜 耶 走到啦 成功 哈哈